大家好,我是老五 现在已经是十月底了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把船从湖里拖到岸上来过冬 拖船就需要用到拖车杠 这东西在国内可能我们接触的比较少 但在北美这边尤其乡下 无论是拖trailer还是拖船 甚至有的时候拖一些农用工具 总之是必不可少 正好前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Smithy Build 正好在打折做活动 我就买了一套全新的 然后现在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自己装拖车杠 今天因为外边狂风大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车库里拍 可能光线比较暗一点 这一套是我在Just Jeep那个店里买的 当时打折做活动是99 它包括这个电路部分 这两个是包在一起的 这是电路部分 然后这是五斤件 然后这个拖车勾也是买了个新的 这个是在CNN Tire买的 20块钱 然后是一个两寸的球 因为我的那个trailer是两寸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五斤件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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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它的部分 就是你不用打孔 它是专门给你的车设计的 我们第一步先来装这个五斤部分 它结构非常简单 刚才我们说了 不用在车上打任何的孔 就是靠这四根大螺栓 把它直接拴在后杠上 可以看到这本身这个口 就是专门给拖车杠预留的 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口对上 然后后面它有四个孔 用螺丝把它固定住 那下一步呢就是在另一侧 放上垫片 然后把它拧紧就OK了 当手拧不动的时候呢 就要用工具了 用这个四分之三的扳手 那五斤部分搞定以后呢 下一步就是搞这个电路 一点点 中火 我先把鞋子弄好 现在这里边非常的黑 我用手机照一下 这下面是一个橡胶的垫 然后那个小孔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会我们要走电线的地方 然后这一头是到时候会连接trailer的 所以这头冲下 然后把那个胶皮垫撩起来 把线走下去就可以了 最后的这个小卡扣呢 就是卡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小孔里的 把它固定在那就可以了 最后呢就是这个效果 把卡扣卡在那里 然后先走下去 然后另外一头呢 长的这头就连到原来的车灯上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边的工作做完了 就把灯先安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卡扣呢 就给它正好卡在这个预留孔这里就行了 然后就依此类推 然后下一个卡槽就卡在这里 然后最后一个就卡在这个孔上 就OK了 OK 那它这个电路这个包装里面本身是带一个这种卡扣的 就是用来卡这个头的 但是这个Smithy Built它自己的这个涂车杠呢 它本身一体的这上面也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用不着这一包了 最后就直接把这个卡在这里就可以了 需要一点点力气 好 这就完成了 这条线呢 这两条线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不到 一会儿直接给它绑在这上面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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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完工 它这套托车杠呢 它本身上面是有这种防锈的涂层的 但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撒了太多的血盐 还是对它会有腐蚀 所以我们自己呢 为了保护它 额外的可以在Kintair买这种 就是专门的防锈的这种喷剂 把它的关键部位 在一些磨损的地方呢 给它喷上 这样能更好的做到这种防锈的效果 包裹下面也可以给它喷上一些 好 这样我们就全部完工了 其实很多事呢 真的是 没你想的那么难 尤其在我们加拿大人工太贵了 所以有些事呢 能自己做就尽量自己做 好今天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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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